在广东球迷心中 当年口碑最好、最喜爱的外援 无疑当属基臣 广东那十年的最佳内线 也是广东王朝的开朝元老之一 那么远在三千多公里外的吉林 除了孙军 也有一位外援与基臣齐名 并深得吉林球迷的喜爱 号称全能战士的罗德·格里格尔 这两位外援当年江湖人称 南基臣、北罗德 咱们接上回说 随着CNBA联赛的解赛 吉林东北虎又回到了 当时的假逼联赛 1998年夏天 吉林队在当年的假逼联赛中 只拿到第三名 大家都知道 前两名才能晋级嘛 本来吉林这个赛季 也就这么过去了 但由于CBA里面的空军男篮 突然解散 由此空出了一个名额 吉林蹭的一下 很快啊 代替空军逮捕晋级 谁无暴风禁雨时 手的云开见月明 这只东北虎通过几年的折服 终于重回顶级联赛行列 从此牢牢扎根于CBA 2000到2001赛季 吉林队挑中了 他们队史上最优秀的外援 罗德·格里格尔 罗德来CBA的时候 已经是30岁了 在英格兰 芬兰 德国 阿根廷 巴西和墨西哥都打过球 罗德最有效的攻击手段 就是突破上篮 他的速度优势 在CBA很少有人能防住他 这位被称为全能战士的外援 在CBA的第一年 就用场均19.4分 12.6个篮板 6.5次助攻 3.4个抢断 一个盖帽的数据 征服了吉林球迷 带领吉林队在联赛中连克抢敌 其中前6个主场比赛全胜 包括击败王者巴依 那场球 罗德砍下31分 14个篮板 6次助攻 7个抢断 主场对战审部 他贡献22分 16个篮板 12次助攻 吉林队时首个三双 还有最后一场 主场对战辽民领军的上海东方 罗德一人贡献40分 27个篮板 10次助攻 两个抢断 最终战胜对手 上海队输球之后 也丢掉了一直保持的 常规赛第一的位置 这也间接让 失去主场优势的上海队 最终没能夺冠 在当年长春举行的 全明星赛上 罗德获得扣篮大赛冠军 之后更是连续四个赛季 入选全明星赛 赛季结束 吉林队获得历史性的第四名 罗德毫无悬念 当选联赛最佳外援 并当选当年联赛的抢断王 吉林的主场 号称是CBA的魔鬼主场 所有的强队到这里 都会杀鱼而归 罗德之前 孙军虽然勇猛 但毕竟鼓掌难鸣 随着罗德的到来 孙罗组合在联赛中 连克强敌 大杀四方 他让CBA球迷 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了 篮球场上 从一号位打到五号位 三双之王 这些概念的意义 在超级外援 还未登陆CBA的年代里 罗德·格里格尔 在CBA中 就是翻云覆雨的存在 对手想要阻止他进攻 很多时候只能犯规 当年的罗德非常全面 他能得分能助攻 能突破能偷篮 防守端的表现 也可圈可点 而三双王的称号 则是罗德 全面的最好体现 在CBA效力 仅六个赛季的罗德 一共获得了 21次三双 104次两双 直到多年后 他才被弗兰克林 和福特森超越 01-02赛季 随着外交霍姆菲斯的加盟 吉林队战气突飞猛进 这一年吉林主场 只输给了最终夺冠的 上海队和浙江队 这一年也是罗德 在CBA发挥最好的一个赛季 场均得到25.5分 13.8个篮板 5.8次助攻 4.24抢断 孙罗组合 让吉林队夺得联赛第三名 罗德也用他的数字三双表现 得到了三双先生的称号 一直到03-04赛季的这四年 吉林队年年进入CBA四强 成为了联盟中赫赫有名的 一流抢队 无论哪支球队 听到孙罗组合 以及长春的魔鬼主场 都会脑磕疼 河南的比赛中 罗德疯狂砍下46分 以及31个篮板 他也成为了姚明和盖茨之后 第三位拿过双30架的球员 大家都知道 现在的吉林队外援琼斯 吉林队把买两个外援的钱 给了他一个人 一来这样能省一点钱 二来集中力量办大事 所以吉林队一直都不是那么有钱的 所以罗德当年的收入 也是相当微薄 应该算是史上最缺钱的外援了吧 虽然罗德的表现 打动了整个CBA 在每个赛季结束后 都会有很多球队 向罗德抛来橄榄枝 尽管他很爱钱 每年都会和老板说要加薪 尽管他很节俭 剩下的饭菜都舍不得扔掉 打车也不会超过起步驾 但他还是舍不得离开这座城市 是球迷的热情 和与孙军的感情 驱使着他每年的赛季开始 都会回到吉林 尽管只在吉林效力了六个赛季 但是罗德是史上第一位 在CBA退役的外援 他曾长期占据联赛三双总绑 篮板总绑 助攻总绑 抢断总绑的前十位 随着孙军年纪的增长 他已经没法和罗德一起征战沙场了 孙军退役后 吉林队的实力有了明显的下降 已过了生涯黄金期的罗德 还要肩负其组织和得分的工作 他成了吉林队的进攻核心 谈指一挥间 36岁的罗德 已经为吉林队效力了五个赛季 2006年3月26日 所有人都很清楚 与广东队的这场比赛 将是吉林队这个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 上午9点 俱乐部安排孙军和罗德在体育馆举行了签售活动 现场大排长龙 大家都知道 今天过后 孙罗组合的鼎鼎大名将永远成为历史 这几天 罗德满足了所有球迷的合影和签名要求 晚上7点30分 吉林开始了本赛季的最后一战 这也是罗德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战 这场与广东队的比赛 输赢已经没有悬念 全场比赛 罗德20分 8个篮板 6次助攻 两个抢断 比赛结束前2分43秒 一次发球后 罗德被换下 兴奋的罗德直接跑上看台 和全场球迷鸡长告别 他围着球场跑了一圈 比赛中断了两分钟后 罗德回到了替补席 比赛还未结束 广东队的基臣和其他队员 纷纷过来与罗德拥抱 向这位老将致敬 比赛结束后 球队为罗德举行了退役仪式 罗德分享了他和球队 以及球迷的那些美好往事 6年所经历的真的太多了 而罗德最后说的一句话就是 我爱吉林球迷 罗德用自己的努力 赢得了球迷的尊重 中国篮协竞赛部副部长 郝国华 授予罗德外援成就奖 省体育局副局长张秋甫 授予罗德体育风尚角 还有特殊贡献角 孙军也上台发言 和罗德做了最真情的告别 罗德送给兄弟孙军的那一文 纪念了两人共同奋斗过的 青春岁月和超越时空的兄弟情谊 最终在球迷的注视中 罗德转身离去 为自己的职业生涯 画上了句号 罗德和基臣 无疑是当时口碑最好的两位外援 他们用行动告诉了我们 何为忠诚 我们总说 乔丹 科比 姚麦 是一代人的记忆 可当年的孙罗组合 又何尝不是一代人的记忆呢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 还比较满意的话呢 麻烦您一定要帮我点个赞 留个脸 推荐给您的小伙伴 订阅下我的频道 咱们下期再见